顾理他父亲的后世呢 52岁 按年龄来说正是年富力强的阶段 小张的父亲身体平时很好 没有基础病 第一次做核酸显示阴性 但是第二天测抗原就呈现阳性 那这是否说明 小张的父亲是在做核酸检测的时候被感染了呢 被隔离之后的几次零星检测 有的呈阴性有的没出结果 隔离点为什么不按时做检测 检测后为什么又不给出结果呢 25天的时间 一般人感染奥米克戎几天就会恢复正常 小张的父亲为什么要隔离25天呢 把人隔离起来 却又对病人不闻不问 这究竟是隔离点还是监狱呢 所有这一切当局是不是应该给一个说法呢 你们如果不给百姓一个说法 百姓可能就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即使百姓不给你们说法 上天也不会饶过你们的 昨天下午上海遭遇了强对流天气 局部地区降下了特大暴雨和冰雹 但是当局仍然要求继续做核酸 可是7到9级的大风将核酸检测点的帐篷 给掀翻了在大风中不断的翻滚 有不少网民表示 这种异常天象 反映着中共对百姓的折腾和残害 已经惹得是天怒人怨了 再这样下去 会有坏人遭雷劈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